大家好,欢迎回到新一集视频情报室 我是你的主持人艾良 今集想讲一下腾龙公布的两支新镜 今次的宝物功夫做得挺好的 各大Womers网站 在腾龙推出这个消息之前 都没有洩漏消息出来 都是做得不错的 不知道我喜欢哪一款 今次公布的两款新镜 是28-75mm,2.8mm,DI3,VXD G2 就是A063 这个数码就跟之前的A036 是相反的 就是证明是第二代 第二支就是比较多人留意 就是35-150mm,2.8mm,DI3,VXD 就是A058 这一款呢,其实腾龙之前 也有一支35-150mm,2.8-4mm,EF-mount 以及Connect-mount 这一支就重新设计过 用回相同的概念 在Sony E-mount 用完新Sony E-mount支援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其实大家可能首先 会被2.0光圈吸引了 其实2.0光圈真的是一个突破 所以你看到大家的镜头 都体积比较大 而且价格来说 都会比较贵 在这个时刻,腾龙 是未公布的新镜 即是EG35-150mm 的NTF的 反而A063 即是28-75G2 就是公布了NTF 比之前的A036 尤其是在75mm那里 是好了很多的 这支镜头 其实本身旧的28-75mm 都不是很差的 如果这支再入轨 相信成像表现 所有操控都会更加好 但是有一件事 我留意了 大家要留意 就是本身 这次可能有很多朋友忽略了 它的外观的设计 以及一个USB-C的界面 连接的作用 看回腾龙的资料 他就会给你看到 新的外观的设计 我现在这个时刻 不肯定是不是金属 但起码那个图料 即是我的外观的图装 是改良过的 就好像金属有反光的质感 另外就是 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 特别的按钮 那你说 咦不是的 Sony都有的 尤其是很多新镜 都会有加一些 特别的Custom Function 键 或者AF停顿和Stop 键 但是大家要留意 这支镜头 今次是会有一个USB-C的界面 那你就可以透过电脑梭 那腾龙有一套Software 就会推出 配合这两支镜头 那接着就可以 名字叫做 Tenom Lens Utility 那除了普通Update Frontware之外 有很多不同的特别功能 可以经过电脑的修改 那最大的功能就是 将对焦環 将对焦環 直至变成简光圈 变成光圈環 另外也可以 因应回不同的师兄 即你以前是Likon Canon 用的对焦不同的方向 今次就自己可以选 顺时针或者逆时针对焦 那接着也可以 按钮上面 也可以选择AB的对焦点 即时做一个转换 焦点的预设 接着也可以调教MF的操控 转动的角度 例如你要很长的操控 可能是转到360度才转 由最近对焦到无限远 又或者要一个很短的操控 不可能要40度就转了整个过程 那这个对于拍片 或者不同使用习惯的人 其实是很有用的一个功能来的 那另外也都可以 调教Linear 和Linear的非线性 和线性的对焦方式 那就是其实 讲一个简单一点的比喻 就是 如果Linear 本身是 即它会 不断在那里对的 任何时间 因为它电子联系 所以它就整个对焦环可以转动 一零就会继续转 那但是呢 如果非Linear 就好像传统的单镜 反光镜头那样 那它有机会 可能对到某一点 即它未必是1比1的比例 可能就会停一停 那实际都要试过 和操控过才知道的 那我就觉得 都是一个 如果以腾龙来说 其实是一个 挺新的一个操作体验 那最好的好处就是 它是内置了在镜头里面 那你其实基本上呢 就正义需要用 那个USB-C的界面呢 就可以 设计完整个东西 就是连接电脑 去做一支镜 也都包裹了 update的firmware 那变成 以前很多不同的问题 例如要经过机身 去upgrade 镜头的firmware 就应该简化了很多的过程 也都方便了很多 那所以相信 未来 但是呢 腾龙都会开始 就是将所有现行的镜头 就是慢慢开始 或者新设计的镜头 加回这个功能 那我觉得 都是一个 很受欢迎的功能 以及很实用的功能 另外呢 大家都看到 今次VXD的对焦马达 就已经开始取代了 就是传统腾龙研究的那几只firmware RXD OSD OSD就是用在20 24 以及35 3G 但是反应就是一半 因为太像 一个 即不像一个超声波马达 应该这么说 那可能是基于镜头的体积问题 所以就做了这样的设计 那所以 大家预期这个镜头的速度 是可以对焦会快了很多的 那还有 也都 在使用的观感上会好很多的 那 那 讲一下 如果其实2875 我自己个人觉得来说 是比较特别一点 就是还可以保留在 相同的体积 即是接近 类似接近的体积 那最近对焦距离呢 由0.19米 去到0.18米 而放大率 由2.9米 去到2.7米 那也都 就是升级了个VXD的摩达 那 而 35150 那大家都很关心 就是2.0光圈呢 会保持了多久 但我估计 其实应该都不会很多 而已 可能都是 跳到 就是4.0光圈 跳到2.4 2.8 但是其实整段呢 就是 幸好呢 去到150mm 都是2.8光圈的 其实都很大的 那 所以变了呢 就是你会见到 光圈值呢 所以你要操作这支镜的时候呢 随着焦点变化呢 都应该会不断在那里跳的 但是 整体上你跳的范围都在2.0至2.8之间 应该都是挺好用的 那 那 镜头的最近对焦距离是0.33米 就是 35至150 这一款 也都可以 所以实际操作呢 我想对于拍片 对于新一代的攝影师来说 那这2支镜头呢 夹来的新的Sony机呢 就是未出的Sony机呢 可能会是更加好的一件事 那 但是 因为开发公布 我估计 其实它呢 是要冲着昨天Sigma的公布来 那所以 我估计 现在其实 腾林之前都在7月份 做了一个开发公布的 18-38米 那其实估计 这支18-38米的天拿镜呢 都要去到 9月 10月才有啦 那可能 所以我估计 预期这两支镜 未必那么快来到的 那但是 大家 如果 对于 就是 对于腾林有信心 其实腾林的Zoom镜OK的 那 可以 真的 不妨 就是 不妨 有新镜 有实物的事 大家可以试一试 或者真的 看一看 Youtuber 他们真的认真地试一试 才衡量自己的购买决定 好啦 那今集的节目时间就这么多了 多谢各位 拜拜